重点提示一下,就所谓的VPA,反正前一次是那个做一个聚集吧,聚集就是按一下它这边会清楚,按一下就会自动出现 那这个是用录制聚集做的,应该还有印象吧,录制聚集 主要一定要先把开发人员这个打开,那这个打开的方式在 其他命令里面的制定功能,这个一定要打勾,OK,一定要有这个开发人员 如果没有这个开发人员的话呢,那当然你就没办法做录制聚集的动作 然后录制聚集,当我前面讲过,你先彩排吧 大概三个动作吧,一,放在这边,二,打个勾 然后打勾之后的话向下填满,那清楚的话刚好一样,游标放这边 Ctrl Shift向下,Delete,OK,把它录下来,就可以变成两个按钮 那之后的好处就是说,你就可以直接按一下按钮 你之前做的动作就会自动帮你重复,OK 那录完的东西一样是放在聚集里面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有一个所谓的那个编辑 这边有一个什么,编辑嘛 比如说我是录下来是叫做什么呢 手机号码串接 那当然你将来如果,对应到的就是这个 这个按钮就是一个聚集 那在这边如果说你要再去修改里面的程式 你可以按一下编辑 那我之前讲过,你可以编辑之外 编辑理论上它会秀出那个VBA,就是这个 OK,然后呢,习惯上我把它缩小 那程式呢,就会显示在这边 手机号码串接 那其实它是一个Sub 有头有尾,尾巴在这里 那当然我们之前有讲过啦 如果你要看懂程式的话 请自行再加上所谓的注解 那注解的话就是单以后开头 它就变绿色字了 那这个所谓的绿色字就是不会被执清 OK,这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如果字太小你可以从VBA里面的工具的选项 选项里面撰写风格 可以把它设定到大概12号字吧 至少大一点,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OK,那其实就是这些动作 但是呢,录制聚集有个缺点 就是说它基本上录完的东西 你还是要懂它到底写了什么 那它基本上是帮你把滑鼠的动作 有没有,比如说你游标放在 E4储存格上面 它就帮你写一个物件叫Range E4 点Slate是一个动作 有没有,点下去 然后呢,在Active 目前所在的这一个 Sale就是储存格 也就是,其实就指的是E4 Formula就公式 就是带一堆公式进来 然后放在哪放在里面 我们把它打个勾嘛 AutoFill就是自动帮你像要填满 其实大体上 它只是说帮你把你之前的那些动作呢 把它变成程式 那只是说这样的方式当然固然是 好处就是说你不用自己写啦 不过缺点就是说它写出来的东西 不见得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再配合什么 配合VBA 也就是说有些假设啦 你已经会写VBA的 你就可能也许不见得一定要 都用录制的 因为录制不见得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我们后面又讲了一个 切到这边来 这边那一样清楚 一样输出公式 不过呢这个做法不是用录制的 而是自己写 将这个点下去 自动帮我把它这个范围填满 实际上第一个我要先学会什么 一个叫Sales的物件 那这个Sales的物件里面呢就把公式丢进来 然后呢里面当然呢会有一些几个 比如说里面的双引号 在VBA里面也有双引号 不过VBA里面的双引号 它已经当成自串使用了 那如果你又要再把这个双引号放到里面来的话 它会造成冲突 所以第一步你要把一个双引号变两个双引号 那我们用取代嘛 如果你细节不太清楚的话 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那之前影片的话 我也把它放在这个Poto里面 然后自己再去观看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程式部分一样 在Visual Basic 那我们是另外开一个新的模组 也就是说将来撰写VBA的话 记得哦 先按右键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当然呢你也可以把它全部写在一起 也可以把它分开 不过习惯上我把它分开 因为如果你把它放一起 你就搞不清楚 到底哪一个是聚集的 哪一个是VBA的 OK 那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什么 写了一个这个图存格叫Sales 那哪一列呢 哎第I列 这个I值呢 就是因为我要把底下也全部跑完 所以增加一个Fall圍圈 这个Fall圍圈给它一个范围 第四列到最下面一列 OK那做什么呢 就是自动帮我把公司放进来 这个细节我想我前面讲过 所以如果你已经忘了差不多 你可以再复习一下 那这一点特别注意哦 以后哦 你要能够快速的做完一些事情的话 这个动作还蛮重要 为什么因为以后如果你已经在 Ecell里面写了一堆公式 那你希望把它转成VBA的话 那其实这一招是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话呢 基本上就代表哪一列到哪一列 然后输出什么样的公式 那你可以做一些变化 清楚的话就是后面带一个空字串 另外的话呢 我們後面又教一個就是說 我輸出清楚 清楚這個 把裡面東西通通通通通丟什麼 丟這個東西 這個叫空字串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把這個空字串 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理論上呢 就等同於把它清空的一次 OK 所以一個一個全部清空了 那最後我們在上上禮拜 其實還有做了一個動作 就按下它 這個按鈕按下了 裡面是放公式 但是這個按鈕我希望 不要放公式 而是把最後的結果輸出 所以你會發現 按下去 裡面最後看到的 並不是一個公式 而是最後串接的結果 那這個地方最大的差別 我們做的動作 基本上上面這一行是丟一個公式 到這個儲存格之後 它幫我執行 變成這個結果 那底下這個按鈕 基本上最大不一樣是 我是怎麼樣 把資料處理完畢之後 再把它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這個兩者最大的差別在這裡 OK那如果你對細節還是有問題的話 請各位再複習一下 那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那你想說 這幹嘛要兩個呢 其實基本上主要就看你的用途 如果說你只是希望快速的把公式丟到儲存格的話 那這個方式是最簡便的 不過這個方法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就是說 你丟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 如果你將來存檔的話 如果你丟這個 它裡面公式這麼長一串 那你如果存檔的話 檔案會變非常大 尤其是你那個 假如說你到處都是丟公式 哇一存檔 就要發現什麼檔案突然變好幾Mbps 那我可能裡面 那怎麼辦 你可能就要想辦法 我如果不要丟公式 我要丟什麼 丟結果就好 丟結果之後發現了裡面資料變少了 儲存起來當然相對檔案也不會一直膨脹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 如果你丟公式的話 可能會造成什麼 當然它執行的效率 相對也會比較慢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必須要一個一個 一個儲存哥 慢慢去幫你執行 所以感覺效率是稍微比較差一點點 OK 不過因為現在電腦速度都很快 所以這個問題可能也比較沒那麼嚴重 所以這個如何去取捨 可能就是你要針對 你將來遇到的狀況 去做一些改變 OK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再延伸 多講一個所謂的Function 前面 我們都是用所謂的Sub Sub 門號 對應到的話 如果一個Sub的話 其實基本上呢 就可以對應到一個按鈕 所以一個Sub 那我們將來一個Sub 一個End Sub就結束 對應到的就是一個按鈕 所以一個嘛 一個蘿蔔一個坑 這個Sub 對到這個Sub 那這個對到這個 那未來呢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需求 是說快速的把它按下去之後 它自動幫你執行的話 那你可以用Sub 不過工作裡面當然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說 老師可是我平常我的工作需求 不是 我想要跟我們使用函數一樣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希望 在函數裡面找到一個函數 如果有所謂的使用者定義 那這個所謂的使用者定義就是你自己用VBA去撰寫 那VBA要怎麼撰寫 OK我先DEMO一下 最後如果這個是已經做完的結果 OK如果說你今天要出現使用者定義 第一個你在VBA裡面一定要有一個以上的Function 如果沒有Function 如果沒有Function 大家看到那個Function 這個東西是不會出現的 所以待會你們電腦裡面應該沒有Function 所以你等一下應該也沒有這個東西 那我是已經把結果先貼上了 所以先秀給各位看 那你怎麼使用它呢 一 點了使用者定義之後 它裡面會有一個手機 因為我Function名稱就叫手機 那二的話按確定 它使用的方式很簡單 它會自動怎麼樣 跳出一個視窗讓你去選取 這個環境怪怪的 OK跳出來 理論上應該跳這一個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一個蘿蔔二坑 你看有沒有 它其實意思是說 請你告訴我電信業者是什麼 門號區碼跟末碼 所以一個蘿蔔二坑 你就告訴我 如果我要產生這個結果 那我跟你講這個 所以我點它一下 我傳一個東西 就是F4裡面的資料放在這裡 然後再傳第二個給你 就是門號區碼 我再傳第三個給你 門號碼碼 就一 二 三 三個給你的 那你應該給我什麼 給我最後應該要有個電話號碼 這個叫制定Function 那其實很多工作裡面 目前職場上 越來越需要有一些人幫 公司其他人去撰寫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以Sail裡面很多這種函數都沒有 那沒有怎麼辦呢 很多人每天都在那邊打公司打一長串 做事情效率就變很差 所以很多現在很多公司都缺 就是說很缺這樣的人才 就是他可以幫其他的同事 撰寫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給其他同事使用 因為不是大部分人都會寫程式 而且喔 我最近聽一些在職場上這個的學生講 哇 這趨勢越來越明顯 而且喔 這個部分的需求 第一個 人數越來越需求很大 因為 公司要競爭力要提升的話 一定要效率高 那效率高 最簡單的方法就寫程式吧 你看 這東西如果馬上一下就完成的話 那就不需要有一個人每天在那邊做一整天就做這些事情了 對不對 ok 第一個 第二個呢 他說他在沒有 這個 他的工作內容 沒有寫程式跟寫程式的薪資差多少 他說因為他會鑽野程式喔 因此喔 不誇張 他跟我講說他的薪水喔 現在是之前的double 也就是兩倍的薪水 這個不是不是我誇張的喔 是他直接跟我講說 現在的薪水是以前的兩倍 不過當然啦 相對的喔 他的壓力也是比較大啦 因為他可能很多地方都要想說程式要如何撰寫 不過呢 好處就我覺得他 感覺起來喔 是 非常感覺 很有什麼 感覺很很很 很喜歡現在下下的工作 因為很有挑戰性 很多的問題 但是喔 他覺得說樂在其中 因為他覺得很被看中 他現在老闆 很喜歡他現在的效率 ok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要怎麼做出像這樣 這個叫制定函數 利用VVA 做制定函數部分 然後按確定喔 但是他跟那個 sav 跟剛剛按鈕有點不一樣 按鈕按下去就 不管了 反正也不會問你 那另外sav是直接的嗎 全部跑完 可是Function喔 特別是他沒有回圈 所以如果你底下要填滿的話 請記得喔 這邊要點兩下 ok 這樣的話呢 他才完整 就是說回圈的部分喔 是要自己手動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樣把這個Function給做出來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如何寫一個像這樣的Function 這個叫制定函數 那請各位喔 待會開啟這個檔 不過特別注意喔 開啟之前喔 因為我常常遇到自己有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按按鈕的時候 他奇怪跳出一個 按鈕一個訊息說什麼 無法執行 如果你無法執行 請特別注意喔 因為你裡面有VVA 所以喔 你請注意看一下 大概差不多在這個位置喔 會有個按鈕 在你剛開始會有個啟用內容喔 有沒有 啟用內容的按鈕 一定要先按下去 才能執行喔 ok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 蠻多同學都不知道要按這個 也就是說因為喔 裡面有VVA 可能 因為以前有發生過病毒的問題 所以也許會有可能是有病毒 但也許 如果你確定這個檔案是安全的 你再把它按 但如果不是喔 你都不要亂按 按下去也許 當然會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狀況發生喔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個檔先開啟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 制定喔 透過 VVA幫我們做那個 制定 這個函數 的這個流程說明 ok 那其實你會發現啦 如果喔 有 工作裡面有很多東西都已經自私化 都已經做好了 那效率怎麼會差 一個蘿蔔一個坑怎麼會做不出來呢 不過前提就是 有需要有人去 先把這些事情給做完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的工作喔 你知道說怎麼撰寫程式的話 那其實以後你做的事情只要做一次就不用重複做了 做一次喔 就不用重複做 那效率的話呢 喔 恐怕相差喔 這十萬八千里 所以你說現在 在工作裡面喔 不會寫程式說真的 就我的觀點來看喔 真的差距太大了 喔 為什麼 因為真 真的 在執行的效率 尤其以Sale裡面喔 其實很多事情不需要 有人每天都在做那些 我光看到有些上班族啊 每天在那邊 Ctrl C Ctrl V C C 我就覺得他使用以Sale的觀念是完全錯誤的 啊 怎麼樣扭轉這個錯誤喔 恐怕你還是要 把這些東西給學好喔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 剛剛我講的那個範例檔先開起來 待會再來看制定函數喔